这个月底就要迎接农历新年了 不少人已经开始准备过年的食品 不过一定要仔细地挑选了 台北市卫生局抽查 像是腌制蔬果 蜜饯食品 都被验出了甜味剂 防腐剂 漂白剂等等 其中以腌制蔬果的不合格率最高 45件当中有11件 不合格率达到了24.4% 另外知名的上河屋餐厅贩售的冷冻牛蹄蟹 也被验出了含有漂白剂 不过业者表示自行送业的结果 并没有验出漂白剂 但是他们已经停止使用这项产品 干货 糖果 坚果 蜜饯水果干 都是年节必吃的 随着年节越来越近 销量也跟着倍增 但可要小心注意 有没有化学剂量超标的问题 进行像脱水 蔬菜 腌制蔬菜 还有包括蜜饯食品的一个抽验 那我们在第一波的部分呢 我们抽验了这个年节食品有100件 其中14件呢 它的品质检验是不符合规定的 不合格率是14% 主汤入菜少不了的酸菜 像是这包在滨江市场贩售的酸菜 不仅防腐剂超标1.4倍 漂白剂更是超标53.5倍 连卖场贩售的葡萄果 防腐剂甜味剂统统超标 民众购买前要特别留意小心 民众呢 在使用这样的萝卜干这样子的腌制的酥菜的时候呢 那可以用冷水去浸泡30分钟 就可以让它的那个 这样子的防腐剂量就可以去做一个减少 甚至是知名店家上合屋的冷冻牛提蟹 也被验出二氧化瘤 也就是漂白剂过量 上游厂商被开罚三万元 甜味剂 防腐剂 漂白剂 三大食品问题来源 长期食用累积下来 对于肝肾功能都是负担 还可能引起过敏反应 建议民众挑选有完整包装 标示成分的会比较安心 U10TV 杨人翔 李子轩 台北报道